全台每年新诊断出 二性淋巴瘤的患者 大约3200例 多数的患者在接受放疗 或是化疗之后都能痊愈 但是还有200多位 和结晶式淋巴瘤患者 一再复发 必须持续和并模对抗 复发顽固性的话 它几乎对于化学治疗的效果 不是很好 其实你在做 第二三四线的化学治疗 它大概一年的存活率两成 两年的存活率 大概能够通过两年的 大概才10%左右 在经过常规治疗后 仍一再复发的患者 想要对抗淋巴癌 服用标靶药物是首要选择 但是16个疗程 费用高达600万 只有少数的人负担得起 以前是走N10的疗法 是一部分是病人自费 那现在健保只要符合你 是两线以上治疗失败 或者是中国干细胞移植失败 所谓定义上是顽固护发型的 就可以接受健保的 最高16个疗程 新型标靶药物 10月1号起正式纳入健保给付 患者有了新的药物选择 也能降低费用负担 三立球人郑远龙李瑞成 特别报道